有零 怎麼是納蒂魯斯啊 最後慫了一下 我覺得可以派克 那你覺得比較穩啦 穩啦 對啦 那派克的話其實就是高風險的角色 他這把兩邊選完 我不看ID 我會投左邊欸 你要投左邊嗎 就是不看ID的話 凱雲要勾了 來看一下勾誰 勾的是POP POP要對一下隊友必須守護先出來 這一波的Gang可是失敗告終 另外一邊果然Holo是選擇往上 Hanabi交了一個意義不太明的閃現 走不太掉 哇那好像沒了 沒了沒了 就Hanabi這波死的感覺不明不白欸 是不是土匪隊拉進草嗎 好出勾 凱雲這邊咪咪勾了一下 吃了一個幻影鎖鏈 海克是鬼雷 逼了一個凱雲的閃出來 旁邊勒布朗踏進來 這一波的紅的重擊 這個紅BUFF的重擊 就是River拿走 這邊POP能留住嗎 有Ruby領著藍BUFF過來 下了一根眼位 來看看這邊怎麼處理 先打Rocky PSG選擇先打Rocky 旁邊的TP進來 不明說選擇先往上打 應該是目標殺Hanabi 這個Q3閃失小fail了一下 那這個鎖鏈也沒牽到的前提下 POP這邊是被try了出來 剛好舉了一手盾 Maple機場進得還不錯 一個就能不刷進來 POP先被放倒了 那這個團戰還能進行嗎 有點難喔 Hanabi這邊還選擇往前刮了一下 被歡迎鎖鏈給牽住 哇這一波團 他對手是PSG 好又是一個歡迎鎖鏈牽 哇唉唷 對上Maple可以有這麼宰致的表現 再換回來 飛給弄粉底給定住 連線撐擊 連列重擊這邊緩住的是Maple Maple已經被放倒了 凱雲的聲音鐵毛出勾支援 再一個牆衝擊把後路給換了 旁邊還有個POP 盾了出來BG守護 接著一個兵的練習的大絕 差一下普攻 閃現補普攻 補不到 但River吸到血了 差一點點 哇塞 喔River在不可思議的角度 踢到Ruby 一換回來被JUKE 反身牽了一個鏈子 把Maple給定住 又是Holo來了 放了一個閃電 被定住了 換一手鏈 一瞬眼踏上去 Maple要被放倒了嗎 差一絲血 喔綁擋 唉唷 很不錯很細節 但是我覺得這個點就是 上路 喔唷唷唷唷 差點踢出來欸 狼的意志要被Boomy Sports 給繼承起來了嗎 原來是屬性相剋嗎 你以前那個精神 對 被我拿過來了 喔 那頭狼以前是藍色的 對 POP被抓到 一波暴打 反身是叫了兵個練習的大絕 但是在空中被踹死 是選擇要強殺嗎 好像是喔 隔牆強殺 先把兵給洗掉 指數兵手進來 來看他Rocky這邊怎麼處理 被定住 反身砍了一個Q3出來 被River給串出來 但後面還有一個Ruby 進來把Maple給踏死 選擇回頭直接打 鱷魚進場 直接被一個Q3劈起來 再拿一個擊殺 Rocky 劍魔將士 是 我覺得這波 要殺他會被人太勉強了 完全是靠到勒布朗 他把UNIFY掃回家 對啊 因為 利山佐不是 康特勒布朗的角色嗎 但他竟然在玩弄Maple 只有前面對線一點點 到後面還是勒布朗 勒布朗是可以溜利山佐的 River其實要不太到一個 踢回來的人 就他每次踢出去 他沒有選擇 欸 訂了一個勒布朗 再一個泳裝 水晶血的效果怎麼樣 列宇章來炸了一下 這邊是由Rocky的劍魔來扛一下 然後一踹 把熊給踹了出來 但是反而是被狙擊了 River這邊走得掉嗎 最後反而是一個勾 凱文想勾 但是反而是勾在那個分身上面 然後POP是閃現 接壁雷守護逃脫 升天 完全性的壓制 又騙了一下 一個 湧動墳地 旁邊River踢進來 想換結果踢了一個分身 然後正反的Ruby 是往回跑了一下 再換回來 玩弄 驚人 但是Rocky在前面先砍死了River 後來也是閃現先走 Ruby還沒有死 沒往前接一個 冰刺也沒中 Maple 是往下爪子先抓走 但是被挖狗給狙擊 Ruby好 真的假的 Ruby這麼好強喔 他是各種玩弄欸 他是 等一下我 對名沒放錯吧 沒有 Ruby就是這麼神 他好強喔 接滿 在後面那個位移 再接一個巴龍 Fullby Sports 22分半 可以嗎 Unify守得住嗎 小水球 地雷炸彈沒有 全部炸彈槍 這個都被POP走了 什麼東西 結果是技術性引爆 接彈跳炸彈 偷了這個巴龍 天啊 什麼意思啊 先看Ruby先踏 吃了一三朵大 然後納蒂魯色大也吃了 希克斯大也吃了 位置換回去之後 這個位置往上走 踏步 躲掉了River的那個 引擎戰腿 然後後面安靜著 再躲了Hanabi的傷害 再往前踏走 然後又躲了Maple這個閃現Q 喔 那這波真的是 詐欺魔術師 哇 難道 PONGO剛剛想說 隊友不要來戳啦 我自己出來Carry 你們好誇張喔 這邊把凱韋先留到塔下 Ruby 雙套 把凱韋給留住 歡迎鎖鏈River 議角踹開 然後Ruby換回來 剛好開一個奇方刺 獵獵骗交代的傷害 見到POP是在一個 靠牆的地方 然後拍出自己的 冰和列車 大каяMaple進場 belo排 都已經放掉了 被打瀰 Maple 又會打得棒 第二次的復活 但是重新看一下Roggy直接突到後排去 直接把理性給秒掉 哈拉比領在前面又被一個正當冰封給打暈 快點首先爆開 人沒了 還在丟 還在丟 丟死了 現在丟死了一個勒布朗 在閃現想要補一個彈跳的炸彈 PONGO PONGO UNIFI還在丟 人生話不多 PONGO真的想說你們不要太誇張 但是人頭是BOOMISPORT領先的 現在BOOMISPORT全員已經開啟了這個團隊ZONE的一個狀態 進入那個領域了嗎 沒錯 那小龍又要被偷了嗎 又被偷了 又被偷走了 UNIFI好強喔 什麼鬼 那只能說啊 BOOMISPORT的紀律性不夠啊 如果右邊是轉小龍的話 就是PSG轉小龍的話 那就要吃巴龍了 Maple在繞 Maple在繞 Ruby這邊被打殘了 應該說被打1%的血 Maple從這個小角落 陰暗的小角落要爪出來嗎 找到了 Roggy這個意識 Yay 喔 開天眼 這邊Colin 鉤子出過了 巴龍血拿剩下6000 這邊可能要選擇要打團 然後Ruby繞了一下 一個巨蛋布刷進來 一個驚人 先躲過了這個生魚鐵毛的傷害 電獄在炸下來 傷害很普通 旁邊Roggy準備要進場了 先砍了兩刀 Maple反身吃了一個Q3 他們再次進來 Roggy這邊再回到了正體的正中間 用銀行正水先砍了一下 血量回起來 但根本回不起來啊 Unify在這一波 打出了一個降致療的效果 沒有人限制得了他 後路一個驚人 往前跳想要收頭 完全收不到這個團戰 不必錯 打的是亂七八糟的 哎呀被PSG拉扯開來了 哇這個選擇有問題啊 在挖口這邊 Ref要踢嗎 不踢不踢不踢 不踢不踢 你看這個位置其實第一時間我覺得 不必要選擇在這個窄口街團 就有一點點錯判地形了 因為正面這個位置 你可以看到他們綁所有人往左條 然後Roggy從上面包夾的時候 其實Unify對於左邊這些人的進場 壓力是非常非常的大的 就左邊根本進不來 他把他塞在窄口 正面卡了一個Z3 左Unify最後一個W 左邊的後面那兩個輸出 Carry根本打不到傷害 OK一個人砍 雖然砍出一邊的閃現 但還是剛才被秒了 然後Ruby打到最後半段 才往前輸出 然後挖口也是被逼出閃現 就等於四個團 打到後半段 不如我們的雙Carry 先出來掃一波 然後放線也 不會吧 真的是挖口被踢到 哇不可C的角度 踢到了 結果踢了一隻熊進來 直接被秒掉 Ruby開啟一個懷錶 Ruby還是開啟一個驚人 再用閃現往回踏 一個強衝擊 把Ruby給敲暈 然後這邊的挖口又中攻 River 不可思議的角度騎中對手 這就是獸星的威力嗎 好另外一邊 Maple是進來想扛 那River這邊跳進來 跟著隊友一起來保護一下 結束了結束了 那這一波補了一手傷害 直接把布朗姆給打死 什麼意思 這突然之間 好像全沒了 River 獸星的威力就在這裡嗎 他那個Q太準了吧 他是這個 這個跆拳道步主將 他已經看到挖口的位移了 沒錯 在不可思議的角度 踢中對手 來看一下Rocky 劍魔將士 開啟一個懷錶 身上有盾 還能砍嗎 砍一個Q3 Maple竟然躲過 這一波的話 俄雲重新復活起來 但是Maple已經倒下了 局不了 局不了欸 看一下 讓Rocky上岸 來這邊偵測一下 對方的配線 但有可能Rocky要被夾 先往右邊限制了一下Hanabi 正面的位置 Ruby是撤牆 終於先離開了這個戰場 好動喔 一個獵魚炸彈炸下來 Holo已經沒有血量了 反而是李星這邊有機會 來接這個巴龍 最後是巴龍回血 兩邊各自拉開 有 因為對方會說 對方中路沒閃 但其實家裡主堡要爆了 Raco有TP回去換了 另外一邊是踢了一下Holo Ruby再換回來 獵魚炸彈炸下來 Holo是直接半血以下 Maple這邊沒有閃現 不然就追得到 熊熊大絕已經交過了 但伊哲瑞還在家裡防守 有TP 一直換技能一直換技能 Hanabi也TP出來了 這個閃現我終於懂他什麼意思了 就是引誘對方想打 然後讓超級團兵推家裡面 Raki這邊是帶著GA走出來的喔 Raki這邊能不能拯救BOOM eSports呢 來看一下 這個彩炸彈傷害有點高啊 正經被切開了 Raki開始大絕 先砍了第一隻 凱雲一個驚人 但是又先敲出牆的衝擊 李星是一踹 Raki踹走 但凱雲被秒掉了 Waki這波窄口大學刷得好耶 鱷魚要不要切中 鱷魚要不要切中 推中了吧 Ruby在這邊猶豫了一下 在蹲人 心格是有大耶 POP這邊的視野完全沒有排乾淨 另外一邊Raki也是中了一下 一個鱷魚站在炸了耶 WAKO 直接炸出這個摩提斯聲音的效果 後面Ruby衝進來 想要來秒這個River 但River並沒有倒下 由POP來這邊擋 誒我看過這個畫面 李星踢布朗姆 但是並不像當年的ASQ一樣 這一波的巴龍是進入了BOOMI SPORTS的手中 那就接著下來就看一下 BOOMI SPORTS可以靠著這個BUFF 然後多少優勢 現在WAKO的傷害已經很高了 又是被踢到了 我現在每次看到WAKO被踢到 都覺得很可怕 用臉看River這邊中勾 被踩了一下 POP出了自己手套的盾 喔那這個打掉手套盾很賺喔 超賺超賺 可以在推波中了 FollowBUFF加持的小兵 不斷的在點這個高地的兵營 POP又是又再一次的中到的虎啸龍營 UNIFY還在丟他被Q到了 被Q到那能怎麼辦呢 這個主堡 跟著一下這個兵營爆掉了 就可以了 喔喔喔 River被抓到 是一個R閃 但是Rocky也是跟著閃線往前砍 被練回來 River這邊的盾好不容易POP出來 但左搖右擺了 左搖被放倒了嗎 沒有 是盾了一個眼睛跑掉 還好有UNIFY趕過來支援UNIFY 這邊拯救隊友遠程的一個金準彈幕刷出來 刮刮看 哎呀 時間點的UNIFY 他有沒有這個帽子呢 欸欸欸欸 左邊怎麼Ruby被釘到了 Ruby要沒了 可以了嗎 交閃線先跑 有辦法追上兩段R 兩段踏步的Ruby嗎 有 從不可思議的角度踢到對手 Ruby被秒掉了 熊熊是原地跳了一個大絕 但Walkhouse是要跟著隊友一起撤退 還可以走還可以走還可以走 這一波的PSG的拉扯 跟著沒有血量了 龍剩下4000點的血量 看來比賽是把龍給引出來 拉扯一下陣型 拉扯一下陣型 一直用希格斯的殘跳戰彈在炸 旁邊熊子跳進來 拿到這個瘋龍 那來考慮一下要正面打團嗎 這裡的Rocky是選擇先開了大絕 往前壓了一下 後頭開啟一個驚人 一個兵力的大絕 讓Rocky直接頂在最前面的Rocky 腳踢不太豬 但是他還掛了一個GA 砍了一下陣子陣槌 但後面的鱷魚進場之後 GA兩邊互換 那看來Ruby站起來之後 這個做後續的鎖鏈做傷害 直接把鱷魚給換掉 兩邊的上路是互換 感覺上 敗因會出現在耐不住性質的那一邊 而且現在PSG的兵線都摸到塔了 所以現在BOOM壓力超大 是 選擇用搶開的方式 但這個如果硬吃就是5050 兵線遊戲 終日線也進去了 完了完了 這個人是一個5050的巴龍 就看River能不能把握住了 亮個TP 那這裡正面會少人喔 Rocky這一波 是選擇留在了原地 River這一波進來 被Rocky砍爆了 而另外一邊下路是 直接TP進場3TP 直接強推家裡面 直接被自殺壓制 PSG在最後48分58秒 3個TP直接投獎 我誰關你巴龍 我拿下這場比賽 有什麼兵線遊戲 不是那個兵線沒有整好太虧了 因為你也是雙TP的 你一樣可以去整兵線的 但他們沒什麼做 沒有怎麼做 我們剛剛前面他們在群群的時候 我就在講說 上下的兵線是沒有整好的 進去的 哇 好可惜喔 Boom Esports Boom真的是超可惜 我覺得重點還是在 第一條巴龍 就那個點位上被 Unified偷走之後 基本上Boom這邊是完全亂了套 不然其實前面的優勢是真的很不錯 就是他們知道 這場遊戲該怎麼玩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把的輸出 系格斯丟了74000喔 什麼鬼 74712 74712的傷害 我覺得最後就是 真的被智商壓制了啦 這個是經驗差 對於PSG來說的話 我覺得 問題也很明顯 就是當 鍾上都爆掉的時候 下路得跳出來了 我覺得這是 就你看之前會贏的都是 鍾野 什麼沙川 對 然後各種炸魚 但是這把比賽如果沒有 希格斯偷那個巴龍 再偷那個小龍 遊戲不會長這樣 對 如果這樣小龍沒掉 先講那個小龍沒掉的話 現在有機會是 布米蘇的四龍 真的是靠他 沒錯 輸出占比 我這輩子播了這麼多比賽 我從來沒有看過 輸出占比到54.85% 從未看過 他的金錢跟傷害轉換 他打的是 將近要 他打的要 四倍耶 他拿的錢他做了四倍的事情 他是鬼啊 真的 我在職業賽場上 而且這個並不是一場很 虐的比賽 他是很拉扯的嘛 當然有 有些觀眾可能會說 希格斯刷傷害很高啊 幹嘛幹嘛幹嘛 可是那個也要 他有辦法在那樣的環境下輸出 那你說實話其實這把 UNIFY的傷害 你要說是刷嗎 我覺得也不盡然 他都是壓制對方 他這幫給打走 連到 不斷 這麼多 你不斷 來 你不斷